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Mr.海豚 范春宏 現在時間是2022年1月5號下午3點46分 我們開始我們的手碼影音 好 大盤今天開高走低 拉基盤不拉基的時候呢 就...不是啦 指數不拉台積電的時候呢 就拉基盤不在的時候 指數就跌了 不過今天看了一下啦齁 就是整體台積電的貢獻跌不大概是49點 所以快到台積電的話是小漲的 只是說今天是漲到了這個 連發科啊 紅海啊 還有金融股 只是說金融股也不是說全漲啦齁 就是大致上是說指數來講是他們撐住的 那這部分大概就這樣 然後...指數還是要講齁 因為目前動畫區 那我都有說過齁 動畫區你要轉空 你至少要先脫離動畫區 再上來齁 形成背禮才會下來嘛 至少是這樣齁 一個標準化的流程 但是呢目前就還在動畫區啊 那這個部分就是先持續就... 應該說還是偏多啦齁 就指數來講還是偏多 但是個股就不一樣齁 個股表現是比較差的 那相關來說 強勢的關鍵還是看這個 18...18多少啊 1826多少 18238齁 這邊不破還是維持強勢 所以有可能就是說 欸...等一下 有可能就是這一條嘛 齁 可能就是修正到這邊 上來做個頭再下去 這樣你算兩週的話 現在是1月5號 再過兩週加個14 就是1月19號 其實也要快要怎樣 也快...快過年了齁 所以等於說 這段時間可能會更不好做一點 更不好做一點 因為... 這一段都沒有族群性的 你高檔震盪的時候 有機會有族群性啦 可是感覺就... 這個...不知道怎麼說 不好搞 不好搞 就難搞啦 好像有點久沒講這句話了 那...因為今天也沒有爆量 今天不是說出個3500 4500的這種大量齁 所以... 你說今天出貨量嘛 其實也還好 也沒那麼嚴重 也沒那麼嚴重 所以就是說 這邊應該就還是先看... 看個高檔震盪吧 大家都知道這是加權難齁 上市齁 這是講指數的部分 齁 但貴買的部分就沒那麼好齁 貴買是...這樣看起來是已經... 確定跌破了齁 所以... 按照型態的理論來講呢 就是回撤起漲點大概220 當然說可以看這個... 季線啊 只是... 我說回撤起漲點 也不能說... 嚇人 反而我覺得... 我可能講算保守了 因為... 其實在型態定義裡面啊 上升蟹型啊 是... 起碼... 跌到起漲點 所以這個部分... 呃... 因為... 畢竟我對接下來的總金跟整個市場的一個重空 我沒有看那麼空 所以你說真的會... 跌破起漲點之後 又後面又跌大段嗎 其實我不知道 我只能說 目前就是... 反正風險先避開 反正風險先避開 那你真的... 有跌到... 有跌下來 我們再找機會慢慢減嘛 對不對 順便觀察哪些股票是比大盤強勢的 這也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 同時呢 大家應該印象我說 我在上禮拜有提到齁 就是今年的最大風險期 可能會是在4月或5月的時候 大家應該還記得喔 我講過這句話 所以呢 接下來的走勢後 呃... 該怎麼講 有可能 OTC下來之後 就這樣一直混 就這樣混到4-5月 就弱勢 可是加權指數呢 還有可能... 還有可能是... 萬八連萬八都沒破 然後又重新繼續再走更大的N頭 就是... 這樣看的話 應該像... 會變成這樣啦 變成這樣 喔 好大喔 嚇到了 會變成這樣的一個N頭 太... 按太粗了 反正大家懂了意思嗎 就大概... 這個... 目前來看到 4-5月的話 行情可能會這樣走 那所以關鍵就是 這一波 萬一真的有出現 修正過後 我們要怎麼去再做下一波的佈局 那只是最近呢 以我自己操作來講 可能就是 會比較先轉為 多看少做 那... 現在就擔心啦 我動作一掃 可能有些... 剛加入的 這個簡訊學員就會... 該該叫啦 說 哎呀 父親老生沒動作 我是蠻怕這種事情發生的 可是... 就... 買了要賠錢啦 不然當然是不要買 對不對 這行情不好掌握嘛 對不對 好那今天的動作 交代一下 那圓金的部分呢 今天我大概在... 4-3 大概就平盤附近 上去之後掉下來嘛 我先減碼0.5 因為那時候 OTC大概是跌0.6 0.7% 那時候我就覺得... 感覺守不住 我就先減碼0.5 然後... 合金跟台盛科 我是直接出掉 我必須要說齁 但是這樣考量是說 OTC如果... 但是說比較悲觀 就是... 預期啦 就是會回這幾張點 齁 那我回這幾張點的話 矽晶圓又是上跪 全值比較重的股票 那... 想辦法想... 你在怎麼想啊 你說它不暴跌 至少可能回這個季線 撐住也有可能 所以這個空間是蠻... 也是有空間的 那你說... 假設它不走我的預期的話 它是撐盤指標的話 也有可能 可是問題是... 我的想法就是... OTC要修正機率是比較大的 那在... 矽晶圓還是全值股的狀態下 不只是... 合金啦 中美金 還有環球金 如果它們都要一起跌的話 勢必是躲不過 那不如我們就先出場 之後再說 那... 合金我大概出在... 84塊附近吧 還算可以 但台勝科我就出得不好 台勝科我大概出在... 277 277 就剛好破線的時候 那... 這部分就... 先看吧 因為它這邊如果真的收破這裡的話 我覺得它也是... 有可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修正整理 那... 不過... 我還是要講喔 矽晶圓我並沒有看空 我還是偏多看待 因為... 畢竟今年的整個漲價循環 跟接下來缺口 我是覺得矽晶圓 相關的後續應該是還蠻有機會的 那... 至於為什麼不買這個... 中美金齁 就是... 因為中美金就跟環球金就綁在一起啊 因為... 它是... 蓬城啊... 欸... 有牆帽嗎? 它有... 它有持有蓬城嘛 還有持有環球金嘛 所以它等於是有控股公司 那你要直接操作中美金的話 其實... 我會覺得不如... 不如買環球金就好 因為市創那個... 案子 據說是... 過的機會 反擁斷案過的機會是蠻大的 那我說有過的話 它目標價有機會調到100億以上啦 甚至... 那... 大致上就這樣吧 今天動作大致... 一粒店 一粒店那個... 其實昨天晚上有學問我說 一粒店這個... 凱基... 凱基台北 我都說凱基八台北 就是... 它不是進場嗎 那我本來想說 啊...不管啦 我昨天睡前的想法是說 我就是要跟它拼法說會 今天疊下來搞不好 不會破昨天低點啦 那我就是續保 等一下法說會的狀況... 那個利多去做罰銷 可是呢 今天早上起來想想不對 這個盤... 如果盤...盤性這麼差 那... 如果... 萬一... 像那個... 中砂 不是像中砂啦 就像中砂是好啦 因為中砂是... 葛二聰之後... 葛二聰之後續漲 那... 欸...葛二聰... 欸...葛二聰是哪一天 欸...沒關係 不是重點齁 那萬一就像... 像...或是說... 我本來期待是像中砂 或是像... 欸... 像華福 3526 或是像...欸... 等一下... 華福代價多少 喔... 6235 好像華福一樣 欸...他後面有做序長 我本來想跟他拼這個 可是想說... 盤是這麼爛還是不要拼 所以早盤我一看到他... 試戳 變成跌的時候 我就直接摳核心學員 就直接開盤試價賣 所以是賣在第一盤啦 所以是賣在這個... 開盤價87.5 所以還不錯啦 只是說... 我也必須要說 如果是正常的多頭的狀況 我一定是... 會抱到收盤 然後出不掉 就很簡單嘛 因為... 如果是正常多頭的情況的話 就是... 等待這個... 或是等待後續的利多嘛 就比較偏頗斷刺的... 比較... 就是... 手出場點 那當然說... 目前是... 就變成說... 我最近操作就是... 改成比較積極的動作啦 然後... 有一個狀況... 風吹草動我就先動作 我就不會等收盤了 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最近... 短線的操作的方式 稍微有點改變 就先跟大家講一聲 大致上這樣啦 那... 你說... 如果說... 盤沒有跟我預期的一樣 你後天開始就陸續的出現... 下跌或重挫的話 那我會不會... 把一粒店或是把... 華福... 這些去做承接 我還是告訴你會 還是告訴你我會 就是說... 一粒店跟華福... 畢竟以車用來講 他們兩個今年算是... 2022年喔 算是比較有機會 有成長性的... 兩家公司 所以我會比較關注他們 那至於像泰鼎也是一樣 他有掉下來 那... 我前天有跟大家講 是哪一家原大 原大調到180幾 也不能說他好笑啦 但是我是覺得說 像他有修正了 一直都放出來就修正了 那很好 他修正下來之後有整理 有整理 我們再找機會介入 所以目前這三檔 應該都會是... 比較... 正向看待的 那光姐就... 就放飛了 都快100塊 目標料都快到了 然後其他的 大家留意一下 3305 這個聖茂 據說啦 這個就風聲 聽聽就好 風聲 聽過就忘了 這個... 據說12月營收會不錯 那大家應該有印象 我一兩個月前 應該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台達店有可能要轉單給他 那這營收可能就是台達店轉單的部分 那所以呢 因為他掛單單如果小 很討厭 就是... 想幫簡訊學員找一些賺 就是... 比較有把握的 這個量都很小 所以我可能會考慮進神茂 就明天 然後但是 一旦也是會關注這個 營收出來的狀況 到底有沒有如市場預期 就是會出現很不錯的成績 那這不錯成績是多少 我不知道 我沒有拿到切切的數字 但只聽說會很好 那我們就關注一下神茂 接下來的營收發佈 那當然以神茂來講 這個大量低點有破過嘛 所以就不是重要的關鍵了 那就看這根七檔紅K的低點是... 79.7 這裡是79.7 也是結構點 那所以神茂就看79.7吧 那目前的風險 以堅收盤價81的話 大概是2%多一點 2到3% 好 好 那所以今天手法標的就是走1檔什麼 那 一樣嘛 量小 我還是要注意一下 不只成交量4000張而已 掛單量也偏小 所以大家還是要留意一下風險 那這個當然就是 能夠有延續的話當然最好 但是如果 就是 我凱基台北又來亂的話 就大家就注意一下 因為畢竟他已經算是 高本一筆的股票了 跟這個合金啊 台上科一樣 所以有時候 動作要 可能要抓緊一點 好 那今天手把銀就到這邊 好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好 拜拜